全球第六大的牛仔布 这个布料的制造厂 是台湾的年薪公司 昨天年薪发布的重大讯息宣布 等他们把现有的订单消化完毕之后 就要结束苗栗后农场的营运了 预计会裁员超过700人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消息 年薪董事会说 牛仔裤的主要原料棉花 它的价格波动很剧烈 加上后农场缺工很严重 又还有全球通膨打压了消费的力道 结果导致牛仔布的订单严重的萎缩 所以现在宣布裁员 是一个不得不的决定 年薪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后农场你全面停工 传统宣布年薪纺织苗栗后农场 即将全面关闭 年薪公司是全球最大的一贯化 生产牛仔纺织成衣工厂 1986年10月成立 两年后再苗栗后农 有了第一间纺织厂 目前在越南宁平 非洲赖索托以及墨西哥 都有设厂并跟多个 世界知名品牌合作外销 如今决议关闭后农场 董事会说有三大因素 牛仔布之主要原料棉花 价格波动剧烈 二后农场牛仔布厂缺工严重 且招工不易 三全球通膨压抑消费市场需求 牛仔布订单严重萎缩 后农牛仔布厂 待现有订单消化完毕后 即全面停工 年薪公司主要生产牛仔布 和成衣代工 然而光是后农场的月产能就超过 一百四十万码 不过今年一月到十月 实际平均月产量却只有 一百零七万码 严重亏损大约新台币 二点二亿元 七百多名员工生计收到影响 年薪承诺将会依法寄付资遣费 按照劳基法规定 裁员前六十天要提出申请 不过县府还没有接获通知 那目前苗栗县政府没有收到 甜心纺织的解雇计划数 那不过这一部分 我们今天下午 就会派我们的老检员 去入场来辅导 三十七年的牛仔裤大厂 宣布将吹起洗灯号 县府将会紧盯所有资遣细节 移民员工权益受到损害 近新闻公平扰上见统财统报导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近善近美 近好新闻